过去我们常常说知识就是力量 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 知识也能为你带来收入 本期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项目名称为respondent 一句话概括本期项目的网站原理 Get paid for participating in research studies 通过参与学术研究获取收入 我们简要看一下这个平台如何进行网站操作 首先链接你的领英或Facebook账号 以便这个平台验证你所在的国家与地区和你的职业状况 第二步进行匹配 这个平台的匹配系统会向你发送相应的学术调查 第三步参与 当你被邀请参与一项学术调查时 你可以选择适应你时间表的时间参与进来 第四步获取收入 通过被保自动获取收入 好我们直接进入注册部分 大家好我是Rodric 我的频道专注于真实海外网站项目的分享 订阅获取更多网站技巧 当你点击Start for free之后 如果你想在这个平台上进行网站 请务必点击这一项 Get paid 点击Get started开始 使用社交账户注册后 它会需要你填写你的个人信息 第一部分Demographic 填写你的性别 包括种族等等 这个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完成三步填写之后 直接进入收款的设置页面 好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到达第四步 收款信息设置这个地方 PayPal Email这个地方填写你的被保收款电子邮箱地址 需要注意的是 在你完成注册之后 它会需要你验证你的邮箱 那么你需要进入注册的邮箱 查收一封验证邮件 点击邮件中的验证链接进行验证 好我们首先看到这个主面版 Upcoming Projects 这个地方会显示邀请你参与的学术调查 Invitations是指邀请 那么目前还没有 scheduled interviews 是指被安排的面试 那么现在还没有参与任何的面试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no interviews Payments这个地方列举了你的收入状况 Attendant and awaiting payment 是指你已参与了学术研究 并且正在等待的付款 Send payments 是指已经发送的付款 下面有建议的项目 比方说第一个 Calling all users of commercial 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 face and platforms 这个学术研究是与网络安全有关的 大概需要五分钟时间完成 可以赚取20美金 好我们点击进入看一下 好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任务的描述啊 其实它就是询问你是否是在网络安全这个角色上面工作 如果你是从事相关的工作 那么他们希望你做一个三到五分钟的简短调查 重点在于你如何使用安全工具啊 会有五个问题 我们点击back回到这个地方介绍其他的板块 下面还有75美金高报酬的任务 这个应该是指寻找英国本地但是居住于海外的 并且家庭收入达到75000英镑以上的人 好左侧有一个筛选的功能 你可以针对他的付费额度进行筛选啊 比方说你想从五美金开始到610美金之间的任务都可以进行筛选啊 当然现在这个任务目前是建议的任务是只提供这两个 完成的时间也可以进行筛选 五分钟到45分钟甚至是五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进行筛选 好可以看到我用这个时间筛选功能又多出来了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是寻找完成小调查的移动端的开发者 当然也可以根据项目的类型 In-person这个应该是指寻找你前往现场去完成这个项目 Remote是远程进行筛选 你也可以点击load more 加载更多任务 那现在通过这些筛选条件只能有三个建议的任务 好我们回到dashboard主面板这个地方 我们看第二栏browse projects 这个地方可以浏览不同的学术调查任务 当然你在dashboard主面板也是可以浏览的 好我们看到your projects 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是你的项目的相关情况 project name项目名称 这个是状态 状态是由调查者来设置的啊 其实就是任务的发起者来设置的 这个是支付状态 special instructions是特殊要求 后面是与时间有关的两个信息 好我们点到message这个板块 消息板块会有项目的消息在这个地方列出 好我们最后看到 帮助中心 查看这个项目的常见问题 首先看到contact support 联系客户服务 如果你在这个平台上遇到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联系这个平台的客户服务 注意如果你是针对某一项学术调查任务 某一个项目联系客服的话 请将以下的信息发给他们 首先是你的项目名称 大概什么时候你参与的这个项目 或者说你会参与这个项目 你对于这个项目的顾虑 之后将你的问题发给support这个邮箱即可 如果你是有任何有关未被支付的问题 同样也可以联系这个邮箱 联系邮箱的时候需要提供下述信息 项目名称 同样的也是你什么时候参与的项目 或者说什么时候会参与项目 在我的账户这个页面当中 针对这个项目你的状态是什么 后面有状态的几种类型 你的被保电子邮箱收款地址 你有关支付的顾虑 好我们回到之前的板块 有关支付这一项大家是最为关心的 我们看看这几个常见问题 如果你没有被保账户怎么办 这个平台是设置为自动进行被保的付款 如果你没有被保账户的话 那么需要你自己进行一个申请 好这个问题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Fulfillment fees 这个地方说到参与学术研究的参与者 得到的报酬其实是 由研究发起者提供的奖励金 当然这个奖励金可能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比方说奖励金是150美金 那么你最终到账到被保的是142.5美金 那这个手续费在这个地方被称为 Fulfillment fee 好这里的Fulfillment fees 其实是指旅行费啊 会有低于5%或1美金的旅行费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啊 旅行费 以较高者为准 Whatever is higher 5%的旅行费会分为两个部分 那么这个呢就不会大家做详细介绍啊 这个与我们也没有多大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平台 其实是没有最小收款额度的啊 当你完成这个学术调查研究之后 你就可以获得费用 那么这个费用呢是自动支付到你的被保当中 你可以进入相应的板块 查看这个支付状态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选择不同的项目进行参与啊 好了 本期视频就为大家录制到这个地方 本期向大家推荐的这个方法 需要大家参与学术研究获取收入 如果你对本期方法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当中 评论 也欢迎大家 分享自己参与这个项目之后的个人经历 网织方法开发不易 点赞评论分享支持我的创作 非常感谢大家对本期视频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